HELLO 大家好 據勞工局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3月底 澳門外勞有154,658人 交易月底增加2,081人 當中以酒店和飲食業外顧增加最多 交易月底增加997人 但與疫情前19年同期比少了近萬5人 有餐飲業界人士說 從兩個長短假期可見 澳門旅遊業已經回復至疫情前的情況 但人手未追翻 遮外行業發展以至整體旅遊城市的形象 勞工局資料顯示 3月外地僱員身份認別值數目是154,600個 交易月底的152,500個 增加2,081個 而外僱聘用的比率回升至78.7% 其中3月底建築業外勞有27,675人 相當多人 交易月底增加472人 而酒店同餐飲業外僱有38,257人 交易月底多了997人 反映政府回應業界的訴求 逐步協助業界增加人手請外勞 雖然如此 若果以3月底38,000 酒店和飲食業的外勞人數 與疫情前同期的53,000人相比 仍然減少近15,000人 與疫情前的外勞數仍有一段距離 不過截至3月底 原來當局批出的外僱聘請許可 應該是外勞額 一共有196,613個 如果全部離開的話 恢復到疫情前的時候 有餐有月介人士說 重復節和五一黃金周 這兩個長短假期體 旅客量節節上升 旅遊區商戶做到沒有停手 商戶生意滿堂紅是好事 但要進一步發展 會因人手不足勢到製爪 但多數商鋪 尤其旅遊區食店生意已經恢復到疫情前 但人手至今仍然與疫情前有很大差距 業界希望增聘人手 以優先聘用本地人受業為原則 洗碗工的薪酬都成皮野 服務員怎會沒有成皮野 不過成皮野都比較低 加上行業人員年齡偏高 70歲的老師傅仍然在做事 即使40歲才入行 怎會遲 認為轉業者只要願意入行 由低造起吸取經驗 三年來必定走上經理之路 有業界人士說 澳門賭業不會像疫情前 禁風乾冷 即使本地人希望重操雇業 到海外貴賓廳打工 但當地薪酬亦不及適日澳門 六大博企已定位非博彩元素項目發展 餐飲業是其中一項 前途光明 但若持續沒有本地人願意入行 為了保持服務到位 業務向前 業界只能向外勞招手 否則影響整個旅遊城市的形象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大家有沒有興趣轉行做飲食業呢? 其實飲食業有高中低 你可以試試看 米芝蓮也OK 不過飲食業一定會比較辛苦 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米芝蓮和二維碼 多謝你支持